大家好 今天Elly在西倫敦送貨 重點推介性價比高 大公園旁邊準現樓項目 景觀好美 還有Outstanding中學 三分鐘步行到倫敦主線Piccadilly Line 十分鐘步行到High Street市中心配套完善 一房入場只需38萬 兩房48萬英鎊起 還有福式Duplex特色戶推介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 景觀真的很美 如果大家經常看我們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會介紹不同價位 高中低等不同的選擇 如果以一個比較平民的價錢來講 倫敦Lantern Parkside絕對絕對是滄海為主 HELLO 去到Lantern Parkside 說明是一個40英帽很漂亮的公園旁邊的一個樓盤 當然要和大家看一個圓景的單位 這邊的圓景單位通常都是兩房單位 選擇的兩房有750呎至819呎左右 而我們現在這個就是他們當中最大的兩房 就是819呎 但是你聽到也不是極巨大 但是進來的感覺是非常大的 到底它為什麼可以使用的空間 使用得這麼好呢 大家一起欣賞一下 我一進來 它的走廊不長 就會見到一個是Open Plan的廚房 這邊就是Tank Living Room的位置 轉過去是這裡有個窗 落地玻璃看著大公園 這間屋的specification也是非常好的 它全地暖 而它的廚房的設計 我覺得都是沒什麼挑剔的 在這裡和大家先介紹一下它的廚房 這一種是叫做Handless 是比較上Modern的Style 基本上在英國選擇廚房來來去都是那兩種 一是很傳統的那種叫Shaker Style 一是這一種是沒有手柄的 那就是Handless 打開了裡面的儲物位置 是用了灰色的位置 外面這隻顏色就是一種Navy Blue 現在這個台面是石面 它是白色的 有少少暗紋 但是不明顯的 它這個星盤是1.5的 我覺得兩房單位算是OK的 這個牌子叫Blanko 也是漂亮的東西 它再開下面 就會有Sanluzy的洗碗機 想和大家highlight一下櫃桶位 如果廚房對你來說都很重要的話 大家可能對於廚房的細節都會有些要求 例如你看到這裡的櫃桶 很闊很深 旁邊用了玻璃 這些比較上漂亮 然後給大家看看那些電器 你見得到的是AEG 是德國品牌 基本上它的價位 如果你查查John Lewis那些 其實跟Bosch那些差不多 價位一定是漂亮的 它的爐頭也是四頭的 例如說雪櫃 這樣它就會用了意大利品牌的Sanluzy 洗衣機就是Sanluzy 剛剛跳到它說電器 就進來看它的Storage位置 極大 而洗衣機它也是送的 亦都隔了水給你的 可以立即搬進來 可以立即住 不用自己再攪拌了 嘩 嘩 可以睡個人進去 如果有窗的話 好大 它們真的放了很多電掣 在這間裡面 這裡套進去有兩個 4 6 8 只有一層已經有8個電掣 然後轉過來這邊 這裡有2個 那邊有2個 這裡有4個電掣 只是Dining Area和Living Area 已經有這麼多電掣 連它的Storage位置都放了2個電掣 在這裡真的少見 因為它樓底夠高 所以進來就算是Double Bedroom 也感覺是很足夠的空間 這間房間是兩房單位裡比較小的房間 但因為它看著 首先這邊正前面 就是Lampton Park的Sport Ground 然後再遠處 全部都是你的公園 看看主人房 嘩 都夠大 這裡你放了兩個床頭櫃 其實這個位置還有一個 這個角落 簡直可以做了你的Work Station 這裡也是看著很美的景 前面其實這裡就是Lampton Academy的Sport Ground 其實Lampton Academy 是Outstanding的中學大校 也一直可以去到A-Level 它在一陣子旁邊 所以如果你們出租的話 你有一些讀書需要的家庭 這邊會很適合 然後再看就是公園 然後再看就是小小小的房子 然後再過就是希斯路基障 就像我之前說過 Lampton Park Sight 它是很特別的 它有一些很漂亮的圓景的兩房 但它有一些是Duplex 兩房或三房的複式單位 非常之適合出租 因為居住的家庭是很喜歡的 比較像小屋 又不用打理太大的Garden等等 這樣呢 如果你自己心裡也有一些特定的需要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其實真的跟我們去談 告訴我 你大概是心裡最好的預算 大概是多少 哪一個單位 用來收租最好的 一房或兩房 我會幫你選 現在我們已經進到 它的Enstreet的位置了 全部都是用了灰色磚 下面是用了一個防水的木板 全部都做好了 不需要再加錢 它也是一個Enclosure 作為一個Enclosure 的Shower 我覺得是挺大 也是很舒服 但是呢 最棒的那個 其實是它的Family Bath 真的很大 這個是Family Bath 它配備會有Shower 也有Bath的位置 我挺喜歡它這裡 真的 大家如果真的喜歡浸浴的人 就明白為什麼了 野飲 水果 蠟燭 全部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挺寫意 出來露台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呢 它是對著一個大公園 這邊呢 就是Lampton Park 的位置 有40英帽的公園 而你在倫敦 要找到一個在大公園 而價錢不是超無的貴 其實很難 這裡就是Lampton Academy 是一間大校 男女混合的 Outstanding中學 走過去三分鐘就到了 這是一個Sport Ground 還有後面這一部分 都是Lampton Park 這樣圍著 一望無際 我們現在去到六樓 再上 這裡是一共去到八樓 還有兩間 其實呢 其實呢 這些小的單位 例如Studio 或者一房 很適合你自住 或者收租 那些小的單位 可能很多都是看內園 就這樣看 你可能覺得不行 不是對著Lampton Park 但是其實呢 到你真的進來的時候 又真的覺得很舒服的 內園的景觀就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去到一個一房的單位 我聽說是非常方正 這裡轉過來 就會是一個套進去的U字型的廚房 作為一個一房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大的廚房 在Green Square裡面 的設計封都是深藍色 Navy Blue 再加一個石面 其實我也是很想這個發展 因為你大一些單位 你用到很漂亮的材質 當然很正常 可能價位比較貴 但是它小的單位 它真的沒有什麼限錢 它都是用石面 即是在這邊你做的裝修 或者支架 那些人就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貴的東西 應該要有的 比如下面那些Down Lights 電器 你的廚房其實都很重要 尤其是不同 在香港你經常性 都會出去吃 你真的很多時候 你都會HOST 別人回來 或者是自己煮的 所以就算是你一人 兩人 住在這裡 這個廚房一定夠用 好 看看房間 進來就是房間的位置 這個單位 剛剛它就擋住了 對著它旁邊那一棟 所以就沒有什麼 是斜圓景 但是其實它有一些 一房單位 是可以對正你的Podium Garden 你可以看一看它的Size 非常足夠 我覺得它也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送給你的衣櫃 也不是小的 重點想看洗手間 夠不夠大 大家覺得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看完的兩房 其實很大 所以這裡就叫做一個很正常 但是一定是大於平均的 一房也有櫃 櫃櫃都非常慷慨 很大廈 看出去就是它自己的Podium Garden 我特別想跟大家講一講 這裡的特色戶 這棟是最高八樓 叫做G1 然後這些就是兩邊 是一些Duplex 這邊是Podium Garden 你看到這些是兩房單位 送一個大極花園 然後再上這兩間 就會是三房的Duplex 因為我們在Podium 裡面你看到有三層 但在外面看 你就會看到總共有四層 我們待會在model上再解釋清楚一點 特色單位推介的時候 特色單位就是最靈性的 你看到這些房子 看出去其實都是一片樹 其實就是Lampton Park 我解釋一下它這裡怎麼搞作 你看到四層 Ground 1 2 3 這樣算 這個就是兩房的Duplex Ground和1 看著公園 很棒 這裡就是正門入口 它一樓那裡是Podium Garden 我們在裡面剛才拍到的 就是他們這樣的Garden 然後再上二樓和三樓 是三房的複式 Duplex 在這裡有樓梯 這條樓梯上去 接著就會去到二樓和三樓的Duplex 雖然它現在圍了板 但是你會看到陽光 還有一些樹蔭在這裡 好像很寫意的感覺 這邊除了很多地區比較喜歡之外 如果只是說overseas 其實賣得很crazy 其實在新加坡 他們覺得很有投資價值 還有location在West London 例如你在伊寧、Richmond 旁邊來說 它的location不錯 它生活配套也很完善 但是它的價錢真的很實惠 管理費很便宜 一房大概一年是1500英鎊管理費 兩房大概是1900英鎊管理費 我身後就是它已經入了火的B座 而這個就是concierge的位置 它基本上是operate12個小時 我覺得都足夠了 因為起碼你可以有個地方幫你收件 這裡是可以買車位的 Parking Arrangement有兩種 第一種就叫做Parking Permit 其實就是你的屋苑裡任何位置 就像類似這樣 你看到有位置都可以拍的 那這個Parking Permit 其實都是貼住你的單位 那就是20,000英鎊 而Green Square 它都是有蓋的車位可以給你買的 那就是25,000英鎊 那就可以在你那間的ground floor 這樣進去 然後你可以直接坐升降機 上去你的單位 好,現在就跟大家到處走一下 這條路就是Lampton Road 其實Lampton Park 一出來主要的比較大小的路 其實都是雙線 這個位置會有巴士的 120這巴士都挺方便的 可以去到House Road Central的巴士站 但其實走過去都是3分鐘 等一下和你走一下 可以去到收服 或者可以去到一些商場 例如Treaty Shopping Center 和Asta Tesco 都可以去到的 這間是Lampton Park side Cafe 在一個外形看下去 有一點古舊 其實是新的 這樣它就是翻新了 然後你再看就是這些 已經入了火的Apartment 然後再看就是我們的Sales Office Google Maps上去看 其實它的生活配套都挺集中的 就好像它最繁忙的市中心 其實是一大大 不是只有一條街的 有Center 有一些買菜買魚的市場 也有比較modern 比如TK Max H&M等等 這些大型的chain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Hounslow這堆小知識 基本上它就在Richmond 伊寧往西走 在機場往東走 中間的 那個位置都挺方便的 最近的地理站 Hounslow Central 是Piccadilly Line 也是英國地鐵主線 人種來說 你會看到它50%多是白人 然後有30%多是Asian等等 所以都算是很multicultural 人均收入來說 其實是輕輕高過倫敦的Average 現在這樣算是大概43,000磅一年左右 而這邊的工作機會就很多 其實機場已經有差不多 百萬個職位 接著這裡很近 譬如GSK 全世界五百強的藥廠 那裡都已經有差不多四萬人上班 而另外附近比較大的business park 包括Chic business park 和Stockley business park 都是不遠的 所以其實這邊的工作機會 西邊就有很多 Hounslow Central Station 是Piccadilly Line 一出來 你往右邊這邊直走 三分鐘就會去到Lampton Park 和Lampton Park side這個屋苑 Piccadilly Line 是倫敦的主線 如果大家有留意 這邊的不同校網 購物地方 全部全部 有八成都是Piccadilly Line 地鐵站出來 你轉右就是你的屋苑 然後轉左走 大概五分鐘就會去到 整個最主要的Jopping Area 那裡會有Food Hall 會有店舖 會有超市 亦都會有一些Market仔 這裡真的如果你經常要去機場 真的近 坐地鐵也是十分鐘 比較上有用 出到它的站 21分鐘可以去到Handless Lift 這裡是夾吉者字樓 有High Street 亦都有商場 再過譬如South Kensington 如果你是讀IC的Imperial College 的話 South Kensington 就是那裡的campus 然後32分鐘到Night Bridge 如果你要去Harvard 購物也是它 36分鐘就可以去到Green Park 也是一個重點的寫字樓 然後大概39-40分鐘 就可以去到唐人街 和Colving Garden 一路去41分鐘 就是King's和LSE的重點位置 一路去到45分鐘 可以直達我們的名牌大學 就是UCL 這些位置 全部地方都直達 你就不怕沒有租客 這裡就是地鐵站 我想和大家一起去走這條路 這個其實是牙醫來的 這裡就是Lamton Park的入口 環境這裡其實大部分都是屋子 其實所有東西都覺得 又好又不好 看你對不對 和需不需要 例如說 如果你的工在西倫敦為主 如果你住東倫敦也挺痛苦的 而這邊的好處就是近機場 我們現在就在Lamton Park的對面 我們現在回到它的Sales World 跟大家看看 整個Lamton Park 都挺大的 有800戶左右 所以這麼大塊地 有10個Anchors 不算多單位 算是小單位 有些可能可以起3000個單位 前面這個就是Lamton Park 旁邊這裡就是Lamton Academy的Sport Ground 都是很漂亮綠化的 剛才我們進了這個單位 兩房單位和大家去拍的 這邊沒有窗的 也是單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單向西邊 看著公園的感覺會是怎樣 我們現在賣的就是Green Square 它是這樣分的 G1這一棟 這裡一直到頂 這是6樓 再高的有一個平台 我們剛才站在那個位置 就是那個Duplex 你看到它是Ground 1 2 3 Ground和1 就會是兩房的Duplex 第二層和第三層 這兩個就會是三房的Duplex 這裡就是公園 其實這棟也不錯 這棟是G3 G3 如果你看這邊 其實都是完全看到圓景的 如果大家經常看我們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會介紹不同價位 高中低等不同的選擇 如果以一個比較平民的價錢來說 倫敦Lampton Park 絕對絕對是一個滄海為主 其實它的賣點有很多 第一,它携地鐵站 第二,它有市中心 第三,整個Hornstall Area 其實有四成都是公園 綠化環境很多 但現在這個屋苑又大型 還有在大公園旁邊 40英帽的Lampton Park 所以在生活環境上 都能夠滿足 最重要的一個Box 是有效網 是Withinburgh 1Miles裡面 有兩間Outstanding的中學大校 其中一間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Lampton Academy 在鄭旁邊 0.3Miles 另外0.7Miles 有Saint Mark 也是Outstanding中學 而1Miles裡面 其實有三間G3的Primary 1.1Miles 是有一間Outstanding的Primary School 這裡也是一個投資熱點 Local買來自住當然有 但收租來說 如果只說overseas 其實在新加坡賣得非常厲害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看一些數據 看一些環境 看他們收租的Yield 以及他們的Protential的升值幅度 所以對於西倫敦 一個大型屋苑 環境不錯 公園旁邊有效網 生活配到完善 還要在倫敦的主線上 Zone 4 現在兩房五十萬左右 有些是四十多萬 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他們的管理費 是非常便宜的 一房是大約1,500英鎊一年 兩房是大約1,900英鎊一年 對於倫敦來說 是遠低於平均的收費 現在我們在賣第二期 就是Green Square 大約151個單位 還有一些特色戶 Douplex等等 我們拿兩房單位 來計算一下 兩房普通中層大約47萬英鎊左右 如果要高層好美景 可能會過50萬 每個月現在的兩房租金 是大約2,000英鎊 減了大約1個月的管理費 除了開 還有4.7厘的回報率 所以Lampton Park 有一新開放 雖然環境很適合自住 但很受投資者歡迎 今天和大家在這裏 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飛回香港 所以行李都在這裏 因為這裏搭Uber 過去機場 十分鐘 非常之方便 我們會回香港見一下大家 和大家帶了幾個樓盤去分享 特別是一些性格比高 環境清優 交通方便 有效網 值得投資 回報率高 的一些不同項目 如果大家想在香港見面 或者可以在倫敦 你已經在這裏 和我們一起諮詢一下 了解一下有什麼 我們推介的項目的話 就快點聯絡我們 今天我在倫敦的報道 就過一段落 我待會很快就上機了 拜拜